一起来看这位全盲的市长朋友 蓝星男子他的控诉 他在这个下大雨的 这个星期二的早上呢 当时他牵着他的导盲犬 准备要搭公车回家 才一上这辆公车 有这位妇人说 他的导盲犬有味道 他希望司机请这位乘客 把他的狗给牵下车 而司机第一时间回答 他说这个导盲犬呢 是可以合法地搭乘 大众交通捷运工具 但是这名妇人不肯善罢甘休 他越吵越大声 而这名全盲男子 则强烈感受到自己遭到歧视 早上十点多公车到站停车 红衣导盲犬听从指示 乖乖带着蓝先生上车 没想到冲突就此发生 你刚才讲什么话 你也要敢当 你刚才讲什么话 你要敢当 好不好 你刚才要把我赶下车 你也要敢当 公车上吵得不可开交 夫人强调导盲犬有异味 要警察处理 请大家做我的狗有味道吗 没有 从头到尾都要赶我下车 没关系等一下警察来 乘客都说没有味道 夫人还是不停叫嚣 公车在园顶等了十多分钟 让蓝先生很不好意思 让大家担忽到大家的时间 那这不是我愿意的 那大家如果等一下车班 有下一班你们可以先下车 没关系不好意思 不会啊这不是你的问题 当时这名市场朋友的 带着导盲犬上公车 没想要一坐下来没多久呢 这名夫人就大喊 她的狗好臭 请她立刻下车 因为我也有问别的乘客 到底有谁闻到味道 大家都说没有 那我就明明就是那个女性 女性乘客就想要挑衅 根据身心障碍保护法 合格导盲犬是可以自由 进出公共场所和大众运输工具 不得收取额外费用 否则将可开罚 夫人坚持狗狗有臭味 事后警察到场处理 结束闹剧 不过夫人入骂 让身为视障人士的蓝先生 不只对自己的好伙伴愧疚 少数人对导盲犬的错误态度 也让她非常失望 中西游戏曲华杨荣 新闻市报道